小三通议题持续引发讨论 王毕胜12号率团前往金门 了解金门医疗防疫量能和入境检疫流程 针对何时重启小三通 王毕胜仍然与待保留 称政策还是得由民进党当局的行政团队决定 金门县长杨振武表示 金门方面早已做好准备 今年三月已经完成相关演练 并向民进党当局提交了三阶段计划报告 期盼用最快时间重启小三通 所以我们非常务实地在提送的计划里面 是分阶段的来复航 我们整个医疗的量能 农流的这些相关的场域 还有这整个我们现场能够负荷 地区能够承受的风险 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来决定 分阶段的计划里面的一些要项 同一天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 国民党民代陈玉珍等人 也组团前往大陆沟通 重启小三通事宜 陈福海说 金门乡亲对于断航三年的小三通 期待很深 也期盼探亲专船能先行 金门的防疫量能 大陆这边的相关各项检测 应该怎么做 然后这些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讨论的事实上是非常的具体 事实上就是等政策 没有再顾起我们的民生经济 纯粹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在阻挠这个小三通的开放 台湾一份超过1万人参与的 最新网络民调显示 对于两岸是否重启小三通 有70.2%的台湾民众表示赞成 对于台湾民众的应届期盼 台湾方面陆委会则继续老调重谈 声称大陆疫情持续升温 将观察大陆疫情发展及防疫措施 重要节日启动小三通是可能的做法 但目前尚未定案 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指出 小三通方便的是台湾民众 这么多台湾同胞在大陆经商求学 为什么要进行严格阻碍呢 唯一理由就是民进党当局的 意识形态作祟 对这做法